第十节开始 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四节 可以吗 我们接下来从第五章的第十节读到第十四节 来 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那暗昧无意的事 不要与人同行 责备行这事的人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凡事受了责备 就被光显明出来 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所以主说 你这睡着的人 当醒过来 从死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来 这里一开始告诉我们 我们不能 我们要在光明之中 做光明的子女 那光明所结的果子 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 然后马上告诉我们 你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意思是说 人在他的一生中所要追求的 其实就是得上帝的喜悦 而良善公义诚实 正是上帝所喜悦的事 所以保罗要表达的是说 你们要离开黑暗 进入光明 做光明之子 行光明之事 追求上帝的喜悦 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我们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得神的喜悦 那我们不要觉得这个 这个很奇怪 其实我们一出生 到老我们都在 我们都在取悦人 其实我们都在取悦人 我们好像没有一个时刻 没有在取悦人 当我们开始懂事之后 我们要取悦我们的父母亲 因为你如果没有取悦他 棍子就来了 管教就到了 所以你一定要取悦他 他告诉你可以的你就去做 不可以的就不要做 等到上了幼稚园小学的时候 我们要去取悦其他的同学 因为小朋友很喜欢说 来 我们跟你好 我们不要跟他好 然后那个其他同学说 那你们跟我好了 拜托拜托 不要 我们不要跟你好 后来甚至于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一起开会讨论 好 我们大家决定要跟你好了 哇 他好高兴 就跟大家好起来了 你看 他要取悦这些人 那因为他可以跟他们成为伙伴 要取悦老师 那你就上课不要讲话 那考试要考得好 然后老师交代的事情都要做好 这样子的人就会取悦老师 等到年纪更大一点 上了中学以后 上了大学 我们要去取悦女朋友 男朋友 女生要打扮得美美的 女乐未及者容 对不对 男生要弄得潇洒一点 至少演戏要演得精彩一点 否则女生很难被骗 因为女生很聪明的 可是男生呢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女生再怎么聪明 还是会被男生给骗了 那所以呢 对 所以我们男生也要去取悦女生 好 那工作以后呢 取悦老板 不是吗 取悦的老板 那这个当军人的话 我告诉你 更高一级就是比你大 比你大就是比你大 那就是每一关 你只要上一级之后 就一堆人要取悦你 然后你取悦的人就少一点 那你在上一级之后 你取悦的人又更少 然后呢 那取悦你的人就更多 懂吗 所以有些人在军中 当久了之后 那个人家的歪刺去 会扭曲掉 就是这样 他以为他的权力很大 大家都得听他的 事实上没错啊 等到我们 当我们这个年纪越来越大 似乎地位越来越高 有的时候变成父母亲 在取悦小孩 有没有 在座的父母亲 有这种感觉吗 你在取悦你的孩子 这种母亲节 要不要回来啊 要不要回来啊 对不对 照理说 照理说我们就可以 大声喊下去 不回来 以后都不要回来了 可是呢 我们还问 要不要回来啊 很忙 那很忙 那就不必了 是不是 对 那如果 在座我们妈妈 跟孩子讲说 你今年不回来 可能是今年 是你最后一个母亲节 哇 那她一定会回来 可是我们有的时候 就会要去取悦我们的孩子 好 那么一生都在取悦 但是做一个基督徒 其实不用管 不用管这么多 我们就取悦上帝就好了 知道吗 如果上帝喜悦 那其他都OK了 其实说我在监狱 有时候就对那些 监狱里面的弟兄 我就监狱里面 我就跟他们 我常常问他们 我每次什么 春令营 夏令营 我都会去 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想想看 你们 你们爸爸妈妈 生到你们这个孩子 生一好命 生一衰 对不对 你们的太太 嫁给你这个老公 生一好命 生一衰 你的孩子 有你这个爸爸 生一好命 生一衰 还有呢 如果今天 如果我是父母亲 有你这个孩子 我真的很倒霉 如果有哪个女生 嫁给你 是不是很倒霉 如果孩子 有你这样的父母 有你这样的爸爸 你爸爸去哪里 出国生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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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什么到监狱去了 当然就出国生造去了 没多久才会回来 这样子他一定会很丢脸 可是我总会告诉他们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那新造的人之后 你就可以让你的父母亲 重新有一个儿子 让你的太太 有一个新的丈夫 让你的孩子有新的父母 那很简单 只要呢 你让你的父母觉得安慰 让你的妻子觉得幸福 让你的孩子觉得快乐 你不一定有丰功伟业 但是你让你的父母觉得安慰 我说如果你让你的父母安慰 让你的妻子快乐 幸福 让你的孩子快乐 上帝就会喜悦了 要取悦上帝 怎么取悦啊 在日常生活中 扮演好我们的角色 做丈夫的 做妻子的 做父亲的 做母亲的 做老师的 做学生的 你是老板 你是工人 在我们的领域里面 尽我们自己的本分 那我们就让上帝喜悦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个 让得上帝喜悦的人 那么你是一个老板 一定不会苛待你的员工 如果你是一个员工 你一定会尽忠职守 你是一个父亲 你是一个丈夫 你就会尽 做父亲跟丈夫的本分 不是吗 所以取悦上帝 取悦上帝 等于是说 我们在上帝交代 给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去尽了 我们的本分 就等于是取悦上帝 还有荣耀上帝 你知道吗 这个前天是礼拜天 对不对 是复活节主日的第七 复活节后的第七个主日 未来这个礼拜就是圣灵降临节 对不对 好 你知道吗 这个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就是耶稣的祷告 耶稣的祷告 那耶稣的祷告呢 你看那第十七章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四节 他这样说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懂吗 这句话很重要 什么叫做荣耀上帝 就是上帝托付耶稣的事 耶稣成全了 这就是荣耀上帝 上帝托付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 哪怕是最微小的工作 完成它就是荣耀上帝 上帝禁止我们所做的事 哪怕是最微小的事 你只要做了就得罪上帝 就像亚当吃一口 分别善热树的果子一样 好 所以我们应该要努力地追求 上帝的喜悦 那接下来呢 暗昧无意的事 就是那些在什么 在黑暗中的事 也就是对于进入上帝的国度 全然无意的事 你做这些事 对你进入上帝的国度 没有任何的帮助 而这些事 就是那些在黑暗中的人所行的 你千万不要去做 不仅不要去做 导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好 请记得 这个地方的责备 其实是主动去责备 意思是揭发指正惩戒 这一节的执意 在希腊文执意是说 不要有份于那些黑暗无意的事 反倒要揭发出来 你要揭发出这样子的事情出来 那为什么 因为这些事情 就是教会这个神圣团体的肿瘤 肿瘤 你不要跟他 你不要让他在你的生命 有些人不得已 有些时候医生是说 你必须跟他和平相处 和平相处 但是那个是手术之后 你把他手术拿掉之后 来接下来的生活 你不要被他影响 你要有喜乐的心等等 但是肿瘤毕竟是要除掉的 那这些事要把它除掉 就是那个除掉的意思是说 把它揭发出来 揭发出来就让我们晓得这些事 而这些事一旦被晓得 我们就必须去防止 就像以色列人 他们在育月节的时候 同时过除孝节 有没有 除孝节 因为孝这种东西 对他们来讲是不好的 所以耶稣也说 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孝 就是说 他的东西小小的 那个孝小小的 它却可以让整个面团 怎么样 发起来 所以当耶稣讲 那个芥菜种的比喻 跟那个面孝的比喻的时候 我们过去的理解 总是倾向说 小小的芥菜种 可以长得很大很大 那小小的那个面孝 可以让整团发起来 过去我们倾向正向的解释 但事实上 它应该是走向负向的解释 因为芥菜种的 芥菜再怎么大 也大不了 像一棵树那样 知道吗 一棵树 那个是木本植物 那芥菜是草本植物 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 那个芥菜长得很大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鸟都在上面 其实底下听的人 一定会很奇怪 那个叫做畸形的成长 教会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成长得很快 这个就是芥菜种 长得很大 你要非常小心 因为这个比喻 之前的那个比喻 是麦子跟麦子 有没有 那麦子跟麦子 麦子长得比麦子还要高 还要快 然后那个教会 这个芥菜种 哇 长这么大 要小心 畸形的成长是不对的 像我们家儿子16岁 长得快180了 这是对的 可是如果他 如果他5岁 就已经长到180 这就不对了 不对了 所以呢 成长 一个教会的成长 是有他的次序的 好 那么面孝也是一样 面孝的意思是说 那个是不好的 那让整团面发起来 因为他们说 要吃无孝饼 而你这个已经发起来了 那就是不好的 所以他们要除孝 除孝节 除掉那个孝 因为那个小小一点点的孝 它就会破坏 这个饼的一个什么 一个本质 要小心 一颗小小的细胞 癌细胞 最后会要了你的命 要了你的命 那么这个都要非常小心 因此他告诉我们 要查验查验查验 那如果有这些 在黑暗中的事 你就要揭发出来 那这些呢 是邪恶的事 见不得人的事 是羞耻的事 不合上帝心意的事 这些事要说出来 这些事连提起来 说出来 都让人觉得羞愧 哎呦 不敢说啦 假设某某牧师外遇了 不要讲 不要讲啦 这个没有造就人 反而让很多人跌倒 对不对 丢脸 是不是 那个某某牧师 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离开这间教会 因为他挪用公款 那个 侵占了几百块 连几百块也要侵占了 我们搞错 啪哩啪啪哩啪哩讲 请问这样子有意吗 这些事情说 连提起来都觉得羞愧 那如果这些事连提起来都羞愧 可不可以去做 当然不可以去做 我们要去仔细去查验 那查验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 那个什么 那个非常谨慎的注视 然后小心 好 那如果有做这些事的呢 怎么办 凡事受了责备 就被光显明出来 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好 那这个地方讲到 凡事受了责备 就被光显明出来 原意是说 当一件事被光照 就会被看见出来 看出来 成为可见的 visible visible就是可以被见到的 可见的 所以只要被光 没有光照 看不出来 可是被一光照 就看出来了 现在的手电筒很厉害 那个是LED灯 可以照很远 100公尺以外的墙壁 你可以照得到 你照得到 可是你不一定看得到 照得到 照得到那个地方 只是太远了 可是你要晓得 现在的光一照下去 在黑暗中的 就显现出来了 就被看见了 所以因此他说 使每一件事被看见的 就是光 使光照下去 就使每一件被看到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当属光明的人来到 就会把光照在暗处 那黑暗中的罪恶 就会被揭露 所以我们这个教会 教会就是属于光的神圣团体 当我们这个教会 在黑暗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 就如明光照耀 就把上帝的光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 照出来了 当教会这群人的存在 就让许许多多 在黑暗中的人觉得羞愧 可是如果你自己 也在黑暗中 你跟他们一模一样 你就可以跟他们 和平相处 所以基督徒是不可能 跟这个世界和平相处的 基督徒的法则 经常是背反 这个世界的法则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要非常小心 好 这个也是指 当传道人传讲上帝的话 而上帝的话就是光 能照出人心中 阴暗的邪恶 所以我们要听道的时候 请记得 为我们自己听 不要为别人听 今天牧师讲道 就讲那个长老了 今天牧师讲 就讲那个执事 其实没有讲谁 就是讲你 所以你要自己对号入座 知道吗 不要帮别人对号入座 你要自己对号入座 今天上帝借着牧师的 这段这番道理 就讲到我的内心 我就知道我应该被改变了 后面 所以主说 所以主说 你这睡着的人 要醒过来 从死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那个主 有点点点 对不对 因此他的原文是 所以说 所以说的意思 就是说 所以有话这么说 有话这样说 或者是主这样说 或者是诗里面这样说 因为他是从一些诗里面 选出来的 他引用至圣经 但是因为自然是引用至圣经 所以他就加一个主 那这个以赛亚书26章19节上面说 死人要复活 失手要兴起 睡在尘埃的 要醒起歌唱 那么另外呢 在以赛亚书60章第一节 兴起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发现 照耀你 所以就是说 醒过来 因为主的光要照你 那睡着的人 就是指那些偏离真道的人 偏离的结局就是死亡 而这些人却没有自知之明 他已经走向死亡的境界 他自己却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才说 你们要醒过来 因为你们不知道 你们所做是罪恶 所以保罗以此免令那些 仍然在罪恶中生活的人说 你们要醒过来 你们已经一步一步 但是失望的概念 你们自己不知道 有没有 这是布袋戏常常讲的 他这个什么 苏恶文一步一步你走 然后呢 当然那个 那个郑俊雄就会说 紧张紧张紧张 悔险悔险 他已经一步一步 但是失望的概念 要在结果如何 明天在降一个时间 请注意收看 你看这就是 他都是会这样 就是说很紧张 很害怕 我们看的人很紧张 而他当事人不知道 他当事人一步一步 要走到死亡去 前面有灾难等着他 他自己不晓得 而我们看得很紧张 对不对 例如说 像我们在看圣经 有的时候也是这样 当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 上帝是要试验他 可是他们自己是不知道 亚伯拉罕自己不知道 另外呢 那个以撒也是呢 也是有点白目 对不对 爸爸 我们那个财有了耶 那个火也有了耶 可是要献给上帝的羊在哪里啊 那证明他经常有参与那个献祭 我用这个东西来说明说 宗教教育的重要性 他会问这个问题表示 他有参与过 他爸爸在献祭的时候 有把他带在身边 所以他才知道说 SOP不是这样 SOP是要有柴 有火 还有羊 请问那个爸爸能不能讲 小孩有心没水 没想到就要死了 你才不知道 当然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都替他紧张 哎呦 你没有多久就要死了 你自己不知道 你还问这种天兵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 常常是 我们替圣经的当事人紧张 对不对 那在看戏的时候也是如此 所以其实我们面对 身边很多的 他们在罪恶之中自得其乐 享受罪终之乐 那享受世上的荣耀 你即将带着你的万贯家产 走向地狱 你自己知不知道 他可能不知道 他觉得他现在自得意满 心满意足 那么所以其实上帝的光照 就是上帝的真理照耀 所以牧者非常重要 牧者是把上帝的光 在上帝的话语中间 显明上帝的光 所以请在座所有的信徒 我们清楚一件事 如果在台上 牧师讲到 以上帝的话语来指责我们 我们一定要谦卑领受 真的 如果是牧师出于他的什么 他个人的私欲 个人的私心在台上指责 其实你知道 别人也会知道 那这个是牧师自己 应该说什么 自己糟蹋自己 可是我们站在上帝的神圣 跟公义上来讲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得向上帝的话语看齐 所以像有些教会没有牧师 那我最近都到那个 没有教会的牧师去讲道 那我就问 我就告诉 没有 没有教会的 没有牧师的教会 不好意思 百密也是有一书 人没有完美的 没有牧师的教会去讲道 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要找什么样的牧师 要讲 那个都 送养你们 歌颂你们 或者是很好控制的牧师吗 不 如果你们能够找到一个牧师 他来你们教会讲道 他在头上把你们 劈里啪啦骂 痛骂一顿 你们就要好好考虑这个牧师 因为有尬词 对不对 有尬词 就是说 他敢讲出上帝的话 我们就是要这种牧师 这种牧师可以把上帝的话 原汁原味的向我们讲 如果有教会 你有这种牧师 就是教会的福气 那你如果是长老的话 你要找就找这种牧师 不要想说 哎呀 这个牧师 哎呦 这个牧师 奇怪哦 其他牧师来讲话都很 讲道都很客气哦 只有这个人不客气 哎 你以为你是谁呀 懂吗 那也许上帝就在说 那你又以为我是谁呢 所以其实站在上帝的立场 上帝的话语 讲出去 就如光照在黑暗 然后就如把一个什么 一个睡着的人 当头棒喝打下去 让他惊醒过来 好 那我们来看15到18节 15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 来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好 这样就好了 15到18 他就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谨慎行事 原因 原文是说 所以你们要小心留意 如何行事为人 谨慎就是be careful 意思是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小心翼翼 看好清楚 想好清楚 看清楚 想清楚 那你要有一个对比了 愚昧跟智慧 愚昧就是unwise 愚昧就是不智慧 不智慧跟智慧 所以耶稣曾经做过这样的对比 对不对 他说听了我的话 又照着去行的人 就是一个智慧的人 把房子盖在 磐石上 听了我的话 又不照着去做的 就是愚昧的人 把房子盖在 沙土上 因此他要求大家 保罗要求大家 你们要弄清楚 谨慎行事 小心留意 要做聪明的人 不要做智慧的人 OK 那么智慧 马上就告诉你有三种 当然这是我们这样子区分的 第一个智慧就是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它的原文是说 要把握时机 因为这时代邪恶 把握时机什么意思 就是指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 要好好的把握 或要努力去争取 把握时机 你知道为什么 现在很多的人 任意妄为 或者是 每天在那边荒唐度日 因为他们以为他们不会死 知道吗 如果我们对生死学 有的时候为什么想说 生死学很重要 是你要知道你会死 你要知道你会死 既然会死 我距离死亡已经很靠近了 我都常告诉自己 我已经一步一步 走向死亡的界线 已经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甚至像我是有弃喘病的人 所以我什么时候 我会活到什么时候不知道 有可能这一场讲道 就是最后一场 所以我要用尽我的心神力量 来把他传讲完 那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 所以活着一天就要把握 活着一天就要把握 可是人通常 像我们家儿子 我就看到他很会把握时间 因为打电动一个小时 懂吗 打电动一个小时 他很把握时间的 甚至于去上厕所 爸爸上厕所的时间要扣掉 因为他只有一个小时 可以打电动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他怎么样 他是非常认真的在打 全神贯注 有时候我都在想 如果你读书能够像这样 该有多好 读书像这样该有多好 因为你很想做一件事 可是你时间却非常的短 这个地方告诉你说 我们要去侍奉上帝 要取悦上帝 要行在光明中 时间很短 你人生的岁月有限 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机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现今的世代邪恶就是说 他会告诉你不用那么急 不用那么快 时间紧等了 时间还很长 所以不需要那么紧张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好好的去把握时机 像现在你看 像我们王牧师 去年有一颗眼睛视网膜剥离 他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我看了之后我非常的 很心疼就对了 可是也自从因为他发生那件事 我开始很注意自己的眼睛 特别是近视500度以上的 都是高度 算是高度近视 都是视网膜剥离的高危险群 那就要非常小心 晚上灯光不够 绝对不要看手机 不要看电脑 因为现在 后来我到 我就像带他去眼科看 我才知道原来 每一个地方的眼科通通爆满 对 所以唐医师你的儿子将来可以选择做眼科医师 绝对会赚到翻 但是也会被操到累死 每一个现在眼睛出问题的青少年有多少 现在眼睛出问题的成人又有多少 所以现在在烈日之下 我的眼睛已经是会变色了 我只要再加一个 然后再加两三层 因为免得 只要能够看得到路 以看得到路为原则 但是尽量尽量尽量一层一层 保护眼睛 因为 然后我觉得说 现在还能够睁着眼睛看 实在是很大的福气 因为我们王牧师的另外一颗眼睛 怎么样 也是医生说随时可能 因为他那个视网膜非常的薄 薄薄的一片 他说那是你的体质的关系 这个人从来没有近视眼 竟然视网膜会剥离 那医生说 这颗已经这样了 就不回来了 但是还有另外一颗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不能拿太重的东西 我就跟他讲 凑重的我来做 不要拿重物 万一你一用力等等 眼压怎么样 到时候眼睛又出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 当我这样想的话 我现在眼睛还能看 我当然要把握 把握好读圣经 还能够读 还能够读就好好的去读 还能够思考就好好的去想 还能够讲 还能够讲话 我们就不要讲乱七八糟的话 讲谨慎小心的话 第一个 就是告诉我们 要把握时机 第二个告诉我们说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所以这个就是 也是关联到前面的智慧 那这个意思是说 来 主的旨意是什么 主的旨意 这个边讲两个 弄清楚 一个就是 圣经中所陈述一切的话语 整本圣经 创世纪到启示录 所有的话语 就是主的旨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中的带领 有的时候让你登上高山 有的时候带你走向低谷 有的时候在青草地 溪水旁 有的时候在死阴的幽谷 在沙漠 在旷野 有的时候前不着春 后不着地 有的时候是在他温暖的怀抱里 我们都要顺服 这就是主的旨意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 好 那第三个智慧呢 就是不要醉酒 乃要被圣灵充满 那这里呢 什么是醉酒 来 有解经家 解经家这样说 醉酒的人啊 正如一个盲目而愚蠢的人 甘于沦为物质世界的奴隶 他被酒瓶所捆绑 第二个 醉酒之人啊 他就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 迫使他做出许多丑陋的恶行来 你看看我们的报纸 不是常常在写吗 对不对 有些人在醉酒的时候 衣服脱了在路上走路 清纯的玉女 喝醉酒之后 然后呢 在路边裤子一脱 一蹲就在那边小便 然后甚至内裤都还丢到旁边 后来醒过来之后发现 哎呀 他会不会被人家剪尸了 意思是说 会不会被人家性侵了 所以他就赶快去报案 赶快调监视录影 才发现原来是他自己搞的 哎呀 丢脸的不得了啊 羞愧万分啊 为什么 当一个人喝醉酒 他就从本来的正常人 变成不正常的人 本来可以self control 可是现在out of order 就在秩序之外了 对不对 好所以保罗意思呢 是说你们不要再继续醉酒了 或者是你们不要沉溺在醉酒的习惯之中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好 乃要被圣灵充满 but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这个but就是另外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对应的 就是说他用圣灵充满来对应醉酒 所以如果你要理解什么叫做圣灵充满 你就要去理解什么叫醉酒 当你把醉酒的状况彻底理解之后 你再来用他的反面来理解圣灵充满 好那么充满这个字在希腊文是 现在是被动语 他命令语气 所以他的意思是控制的意思 所以被圣灵充满就是说要被圣灵控制 还有呢 也有允许的意思 就是说你要 就一个被 应该这个被 这个被把它画个叉叉 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 乃是持续不断被圣灵管理的人 所以这句话 也可以翻译成说 你们要容许自己持续被圣灵控制 乃要被圣灵充满 那前面是指说 你们不要再继续醉酒了 反而你们要容许自己持续被圣灵控制 所以一个被圣灵控制的人 就是实时尊主为大 也遵行基督诫命之人 好所以接下来几个部分 你要看清楚 就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就是被圣灵控制 那被圣灵控制 也等同于被上帝的话语控制 而上帝的话语就是基督 因此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也就是被基督所控制 而基督与复原为一 所以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也是被上帝所控制 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就是活在上帝基督圣灵中间的这个人 这个人就能够展现出非常优秀的自制力 是那些醉酒之人远远所不及的 这就是一种强烈的对比 请记得圣灵充满被圣灵控制 是一个人从不正常变成正常 可是现在很多圣灵充满 都是正常人变成不正常 有没有 今天的呢 它本来是正常的 搞到最后变成不正常了 圣灵充满之后 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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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 你不觉得 他们说哇感谢主 神的灵大大在我们中间运行 乱来 真的是乱来 你要有优秀的控制自制力 优秀的控制力 所以他说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请记得被圣灵充满 最重要的意义就是 活在光明之中 遵行上帝的旨意 这样子的人 是活在上帝的侃措之中的 那你想想看 有些人宣称自己 是圣灵充满 到处圣灵充满 像台北有个朱牧师 连他的名字提起来 也是不好的 不想提他的名字 一天到晚 你只要电脑 key他的名字下去 每一个条目 都跟圣灵充满有关 他说他的一生的使命 就是要传讲圣灵充满 就他自己搞到去外遇 然后现在被教会 解除他的牧师的 也是停职中 也就是回去闭门思过 关紧闭自我反省了 我说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他以为圣灵充满 就是拥有能力 来我现在这边右手 这个笔下去 你们就往这边倒 我笔这边 你们就往这边倒 然后我这样子 你们就向前 我这样子你们就向后 哇 他充满圣灵的能力 开玩笑 他完全误解了 一个真正被圣灵掌管的人 他会去爱慕他妻子以外的人吗 也许别人会爱慕他 但是他是 keep away from them them是表示多数 对不对 如果只是单数 那就keep away from her 离他们远一点 即使被爱慕 你要清楚地保持距离 你知道吗 我最近常常在谢思燕 有没有 谢思燕有些时候 有些女生真的是 憋了两年或四年之后 叫谢思燕就抓狂了 知道吗 要照相的时候 唱歌就要叫老师上出去 对不对 老师逼得一定要上去 一上去之后 就把你砍 把你砍 把你装啥 那不是 然后要照相的时候 就跟你靠过来 然后我就说 等一下 保持距离 不然我对我们家师母 拍稿呆 不好交代 对 有些时候是小心 当然他们没有恶意 对不对 没有恶意 因为他也喜欢你这个老师 所以我也是 蛮受欢迎的老师 所以这样子 但是其实有些时候 都要小心谨慎 你知道就有一个神父 跟一群人照相 你知道吗 有个女生 就比较这样靠近一下 后来那张相片被后置 被后置 就是说 把其他的人全部都弄掉 就他们两个 哇 这黑寒就出去了 这一位神父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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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跳到黄河洗不清 所以他赶快去找说 那张相片谁有 在谁那里 那个谁的手机里面有 拿出来 你看那么多人一起照 才有办法自清 不是吗 所以他说 他这方面开始 以后他就非常非常的小心 保持距离 其实真的被圣灵控制的人 他一定全然在上帝的诫命里面 全然在上帝的法度之中 圣灵充满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需要去求圣灵充满吗 你求圣灵充满干什么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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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充满我 充满我 充满我 你每天吃饭在那儿 丹西里 圣灵充满你 干什么 你就努力地攻克己身 叫声服我 当你真的能够完全遵行 上帝的命令的时候 你就知道 圣灵已经充满你了 或者是 要不要去求圣灵 主啊 求圣灵 圣灵啊 进入我的里面 为什么要求圣灵 不需要求 为什么不需要求 因为当你受洗的那个时候 牧师就说 我为你受洗 让你归入父子圣灵的名 我奉父子圣灵的名 怎么样 为你受洗 所以你受洗那一天 圣灵已经进到里面 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受洗的时候 圣灵已经进来了 但是你这个人的生命 还没有全然被圣灵掌管 因此你必须聆听基督的教训 遵守基督的诫命 在日常生活中间 不断的要脱去旧人 新意更新 然后穿上新人 当我把所有的旧的 所有的不好的 全部丢掉之后 让上帝把我的自我 你看 我本来 一百分都是自我 我受洗的时候 五十分 百分之五十空掉了 但是我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 就好像在这里来 这边有水不是吗 也有空气啊 可是当我把水喝掉 看 空气充满了 懂吗 或者是你倒水 水倒进去 倒满了 空气跑了 这边水充满了 我们的老我不断的丢掉 不断的丢掉 不断的丢掉 全部丢掉 神的话就全部充满 是不是 对 小心 所以有些人在求啊 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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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这个 求那个 求这个 求那个 求一大堆 要求圣灵啊 我说圣灵不需要求 你受洗的那一天 祂已经进到你里面了 那你不需要求圣灵充满 你要求的是 好好的遵行上帝的诫命 因为圣灵是上帝 是耶稣基督求的 你们若爱我就要 就必遵守我的诫命 我向父求 祂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慧师 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 所以呢 其实祷告这方面 要特别小心 OK 来 那最后两节 十九二十节来念一下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好 在圣徒的体统里面 保罗就这样交代了 你们应当怎么样 应当用诗章 诵词 灵歌彼此对说 诗章是指什么 就是指旧约的诗篇 就是salm salm 诗篇 或是教会中以 丝弦乐器伴奏的圣歌 像什么吉他啦 小提琴 以前是竖琴 现在是钢琴 钢琴是弦乐嘛 对不对 所以那些用诗弦乐去伴奏的圣歌 那这个诗章的动词 就是弹奏弦琴 那颂词是指赞美诗 就是hims hims 赞美诗 那以赞美为目的的诗章 就是诗篇里面专门赞美的 赞美上帝 像有些诗篇里头 讲到的是自我的心情 有没有 有的时候诗篇里面是一种 是一种叫做认罪悔改 或者是有的时候呼救 求上帝救我们脱离 这些敌人的手 有各种 可是诗篇里面有一些 是专门赞美的 这个就叫做颂词 它的指的是 它的动词就是唱歌的意思 颂词它的动词是唱歌 那灵歌呢 换个星星 那个灵歌是指属灵的圣歌 在新约圣经中指的就是圣诗 有别于民间的通俗乐趣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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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圣诗 像每个礼拜我们在这边唱的那个诗歌 这个就叫做灵歌 不是像现在有些人这样子 他唱歌唱到最后 这个琴就乱弹了 哦 主哦 我们爱你 主哦 哦 这开始在那里 开始起当了 有没有 这样子 他说这个叫灵歌 完全误解圣经的意思 对不对 唱灵歌 那所以呢 我觉得 然后这个漫无章法的 乱讲乱唱的 这个就叫做灵歌 真的是乱来 那我觉得我们要弄清楚 正确的教义很重要 灵歌它就是指圣诗 跟民间信仰不一样 对不对 江会的歌 通通是通俗乐趣 那圣诗 圣诗 不管是什么新歌 不是 是新歌颂养嘛 那些就是 在颂赞上帝的诗歌 长老会的圣诗 或者是什么那个 以前的校园诗歌等等 这些都是圣诗 这个就是灵歌 那对说呢 对说就是彼此分享 我们一起交通 一起分享 这个是 那说用诗章 颂词灵歌 彼此对说 好 然后呢 口唱心和赞美主 就是用你们的心 向主唱歌唱 颂赞 用你的心 是你每一次唱诗歌 对不起 我真的 我真的很讨厌那种 在唱诗歌的时候 嘴巴在动 然后表情无动于衷的 我们家儿子 被我骂好几次 我说你看看 每一次唱诗歌 你去注意你的爸爸的表情 我每一次唱诗歌 我一定是非常专心的在唱 每一次唱诗歌 一定是专心在唱 投入在唱 即使没有唱很好听 没有唱很好听 就不要唱太大声 免得扰乱到别人 但是我是很专心在唱 可是我看到他都好像 面无表情 然后嘴巴在那边动 我说你如果心不在的话 你唱诗歌是让上帝厌恶 你的心 你的心 用心来唱诗歌 像上帝献上赞美的诗歌 口唱就是唱歌 心和就是用心唱 所以从保罗的观点 唱诗歌 送上上帝交通分享 还有后面的感谢跟顺服 都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 所会有的生活表现 因为他被上帝的话语 被上帝的爱充满了 他当然嘴巴讲出来的话语 他唱出来的诗歌 是赞美 是颂赞 是感恩 好 所以这些就是了 还有后面他就告最后一句话 是说又当纯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他说常常感谢父上帝 凡是要常常感谢父上帝 就是为所有的事 感谢上帝和父 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原文也是 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 奉耶稣基督的名 要常常感谢父上帝 那么这里就是 回应保罗在其他地方讲的 我们要凡事谢恩 意思是 为顺境感谢 也为逆境感谢 为福乐感谢 也当为灾难感谢 所以基督徒啊 特别是圣灵充满的基督徒 一定会为他面临的一切感谢上帝 然后奉主耶稣的圣明 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 不能以此来包裹我们的私欲 求一些与上帝心意 被返的事物 最好的祈祷 好 这里画星星 这是加尔文强调的 求一切和上帝心意的事 并为上帝所给予的一切来感谢 上帝已经将很多给我们了 你有没有为这些来感谢他 要感谢 第二 要求什么 求和上帝心意的事 我前阵子在讲到 他都在讲说 我们在祷告真的要小心 你知道吗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家儿子一大早起床 妈妈求你给我吃早餐 妈妈求你给我五十块零用钱 妈妈求你等一下载我去学校 有必要吗 有必要吗 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妈妈会帮他预备早餐 会为他预备他今天要穿的衣服 他会等一下会载他去学校 还会给他今天的零用钱 不是吗 而我们今天每天都在求这些 上帝要求你给我这个 给我那个 如果今天是妈妈是爸爸 我儿子不需要天哪 爸爸求你给我 给我这个给我那个 不需要 爸爸看在眼里都会为他预备 如果你真的把上帝当天赋 你就不需要求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日常生活一切 他已经赐给我们了 他会赐给我们 要求的是上帝的果跟上帝的义 所以耶稣基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是学不会 还是会为着前面的路 为着前面要去哪里 要这样要这样这样 其实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上帝早就为我们预备了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还没有开口之前 他都知道了 因此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 就拒绝了我们所有的自我欲望 而是真正全然照上帝的国跟义 来向他求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功课 不过在这里真的是求祷告 我们祷告就是感谢 凡事谢恩感谢感谢 为各方面来感谢 当我们感谢就代表什么 我们就代表我们对于上帝 做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全然顺服 没有顺服就没有感谢 有顺服才有办法感谢 是不是 好那么所以接下来他又讲了 最后一句是 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我们不仅要顺服上帝 也要彼此顺服 那顺服就是臣服听从的意思 原来是军队术语 就是阶级低的要对阶级高的人顺服 引申为仆人对主人的顺服 而耶稣基督曾经教导 我们为首的必须去服侍其他人 服侍弱小的 因此请记住 这里指的是一个人甘愿为着基督的缘故 为着基督的缘故 放下自我的意愿跟权利 而顺从他人的意志 请记得 这里为什么要叫你记得化线 就是一个人甘愿为着基督的缘故 放下自我的意愿跟权利 而顺从他人的意志 这个叫顺服 然而如果这个顺服落在彼此之间 我甘愿为着基督的缘故 放下自我的意愿跟权利顺服你 而你也愿意 为着基督的缘故 放下自我的意愿跟权利 来顺从我 那么因此当我们都为着基督的缘故 放下自我的权利跟意愿的时候 这就形成了什么 尊重 我会尊重你 你会尊重我 而不是以我独尊 以我独尊 那就不是 就一定要别人顺从我 所以我们这种彼此尊重 就成就了教会中的和谐 所以保罗所关注的是 你们这一群圣徒 所形成的神圣团体 你们在这个时代 要怎么样活出圣徒的体统 彰显教会的本质 而成为基督的见证 所以像这样子的顺从 是出于对基督的顺服 对基督的敬畏 那这种畏惧 因着对基督的畏惧跟敬畏 我们形成了人的彼此 尊重跟顺服 所以这一刻的重点就是 一个蒙救恩新造的人 不仅要脱去过往败坏的旧人 还要穿上新人 然后过一个全新的生活 就是彻底实践基督的教训 以基督为中心 从言语到行为 全然效法上帝 过一个和上帝心意的生活 然后第二 就让我们看到说 整段的描述 让我想到一个人 那个人叫约伯 在乌斯蒂有一个人叫约伯 他完全又正直 敬畏神远离二世 其实保罗在这一段 就是告诉我们 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二世 走光明的道路 过圣洁的生活 做智慧的人 不要做愚昧的人 让教会展现出一个 神圣团体应该有的生命 那么教会的神圣 是一个神圣团体 展现了这样的生命 然而还要落实下去 落实下去就是我们 下个礼拜要讲的 夫妻的关系 还有亲子的关系 另外还有呢 在工作场合 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请记得 基督教信仰 有它的私密性 就是教会的门关起来 在教会里头的 种种活动 还有把我们房间的门 关起来 当我们进入内室的灵修 可是基督教信仰 也有它的公共性 它的公共性 是走出去 在你的家庭里面的 夫妻跟亲子关系 在社会中 你的职场 你跟你的长官 跟你的属下之间的关系 甚至于 你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公民 你对整个公共事务的 参与跟关心 这个都是基督信仰 基督信仰不是只有私密性 它也有公共性 这样是一个全方位 就是全方位 为基督做见证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透过保罗的话语 常常看见是 两刃的利剑 刺透我们的心肠肺腑 在他的话语里面 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 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 其实我们常常 说了不该说的话 提了不该提的事 动了不该有的心思意念 常常也会有 得罪你的言语行为 我们求主 你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 看见自己的不足 我们就来到你面前 为罪为义 为审判自己 责备自己 我们就功课 己身 叫身 服务 盼望我们能够 全然遵守你的诫命 我们也相信 当我们如此做 你就要拆圣灵 保会师 来安慰我们 来提醒我们 来扶持我们 也来指引我们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也就是被你的话语 全然掌管 当我们对着你而活 我们就要让我们 整个从内到外 全人在全方位 能够完全 在主你的教导之下 成为光明的儿女 在这个世代 为基督做见证 主啊 这是我们的目标 这是我们的想望 我们恳求主 帮助我们 一步一步走向 成圣的道路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在这个黑暗无神的世代 我们唯有 让你的话语 光照我们 我们才能够成为光 也来光照这个世界 愿主的话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成为我们路上的光 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